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MeToo事件 這個爆成這樣很多難問 現在是文學圈 藝術圈 娛樂圈 政治圈就這樣燒完了嗎 還有什麼圈 還會繼續燒下去嗎 老師 其實我們講的子 五 毛 有 就所謂的桃花 不管在年 月 日 時 就是桃花 所以子就是鼠年 那五就是馬 毛就是兔 油就是雞 所以只要有子 五 毛 有 就容易有桃花事情爆發 或者是發生 今年因為是兔年 所以兔年來講其實就是桃花年 所以今年也比較容易有桃花事件發生 甚至我們在這裡面 其實今年兔年 所以兔就叫做子太歲 雞叫做蔥太歲 老鼠叫做形太歲 所以只要有這三四個生肖的人 特別就容易出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娛樂圈的部分 那個兔子 是76年次屬兔的 那炎雅倫是73年次屬老鼠的 那黃子椒是61年次屬老鼠的 那這個黃蓮玉就是49年次屬老鼠的 這個是娛樂圈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政治圈 像那個陳雪生立法委員 他是40年次屬兔的 那鄭鴻輝就是前這個新竹市議員 他是58年次屬雞的 那朱雪橫 他是64年次屬兔的 所以還有一個王丹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社運人士 那他是58年次也是屬雞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些出事情的 都是屬老鼠的 屬雞的 屬兔的 那所以呢這個爆發呢 還會再爆發更大的 甚至會在哪裡 在校園 那其實還有什麼 法院的也出事情的 那法院的像那個李柏道 他是法院的院長 還有那個調查局的這個 劉錦勳組長 那甚至呢後面還有什麼 警察還有醫界 所以陸陸續續都還會有 爆到九月為止嗎 原則上 因為這個有呢 有就是在九月嘛 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農曆的八月 就等於是國立的九月 所以這個風波還會持續到 今年的國立的九月 然後後面才會慢慢慢慢的平息 好 那今年針對疫情 我們是比較不害怕了 因為有解藥了對不對 然後知道這個病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疫情的部分 今年是不是還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對 其實今年2013年叫葵卯年 葵是水 卯是木 那只要有所謂的木 它就會有流行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講的病菌啊 病毒啊 像那個什麼那個 SARS啊 像我們今年還有所謂的 其實那個COVID-19還沒有結束 那雖然知道它是怎麼樣 還有解藥 但是還是還是還會再發生 那其實今年還有什麼 基溫啊 你看那個年初的時候 那個基溫不是很多雞都死掉了 連蛋都沒了都很貴啊 所以今年其實就是要注意到這些疫情的發生 因為這個水呢 就會帶動這個疫情 那問題是水帶動這個木之後 它會刻土哦 刻土之後就是 今年的房地產 所以今年的房地產呢 這個不會再一直漲 想買的不用急著出手 慢慢看 所以在 在今年來講這個房市呢 它的成交量會萎縮 價格不會一直在串升 所以想要買房子的人 今年跟明年是好機會 可以慢慢看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這個MeToo風潮當中呢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一個價值觀 有一位影帝成洶湧 因為他都用錢買的嘛 網友就說這個就是清流 自己花錢買 你不要這樣說哦 花錢在酒店裡面 還是有可能有性騷事件對不對 那其實他們很多的小姐 都是有所謂的一個大班在帶 那一進去以後 他一定會教你 第一個 你的坐姿很重要 因為第一個 你兩腿併容 然後你的上半身要請靠在客人的旁邊 感覺那種小鳥依人的感覺 但是腳是往外的 這樣的話至少 他手沒那麼長吧 這個是自我保護啊 當然捏一下 當然怎麼樣 這真需要 那如果真的真的動不住 要按鈴 要請幹部來處理 你如果不按鈴的話 然後你說 你昨晚不敢談 厲害啊 因為那客人就找到 靠客人就找到理由了 那你的小姐服務不好 一趟我沒要漏 我沒要漏沒關係 他就這麼漏了 所以這個也是他們的內歸 當然他說很多 尤其是調通很多的日本客 那日本客很多日本的幹部到台灣來 大部分都是他們的二級三級幹部 然後來台灣兩年三年後 回去日本可以跳升一級 所以他來的時候來台灣非常珍惜 但是來台灣就一個人而已啊 單身護任 那單身護任難免禮拜六 禮拜五的晚上 就會來這邊消費嘛 那他們會 會這樣那個閒租手 但是他有節制 只要幹部出來稍微講一下 因為他們怕出事 他們怕說 我們叫警察來的時候 到時候上報 或是公司 把他調走回去就害了嘛 你前途就毀了 所以這個日本人來講 雖然他們有一些人酒品不好 但是還好處理 最怕的就我剛剛講的那個台灣的土豪 我們剛才一進來的時候 小姐就在掙扎 不要來你回家 你不要這樣 你爸是來開錢的 為什麼不摸你 現在幹部來說 不好意思 回家 如果這樣叫警察 叫啊 馬上叫啊 看中三分叫是你比較熟啊我比較熟啊 對嗎 嗆聲 你剛才真的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但是一般來講 不管是為了什麼理由 你到這個行業裡面 當然希望你的人員越來越好 你要有桃花嘛 那根據這種行業的特性 他就屬陰的 不是屬羊的 所以他要拜陰廟 酒店啊 有一個姑娘廟 聽說他們都在那邊拜 那姑娘廟我也去過 因為他是 以前有一個姑娘 要怎樣的話 出現後來人家紀念他的 他的後面有一個東西 他墓在後面 那前面呢 跟後面中間 還要走一段的一個距離 那拜他的 很多的一些女孩子的飾品 那當然前面就是有一點像 我們到那個土地公廟 你去換錢一樣 你在用現在的錢去換 以前人家放在那邊的錢 那你也用你今天你要拜的飾品 然後去換 以前人的飾品 有一個人竟然換到一個髮夾 那個髮夾看起來形式很老的 搞不好是幾十年 幾十年前人家去拜的 聽說非常靈驗 自從那個髮夾換回來以後 生理真的好才會怕死人 所以他們非常相信這樣子 當然從這個部分來講 他們最後的結局 大部分希望有人包養 有乾爹來包養 那包養呢 又分好幾種的包養 一般來講 如果是大老闆包養的話 那你心裡面有數嘛 他可能這個三個月 五個月就換一個 那所以要盡量能夠挖的話 盡量挖 當他對你非常新鮮感的時候 要挖 聽說有一個非常厲害 他就有那個名牌包 而且名牌包有三個 同樣款式的 那一個是比較新的 一個是稍微那個半新的 一個是比較舊的 所以他出去 第一次已經帶那個舊的 帶舊的 哎呀 鐵包那久了不然 不然你送我一個嘛 就送他一個新的 拿去賣 另外在林申北路到長春路那邊 附近那邊 店領城那邊 那在差不多二十年前 有那種服裝店 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那個服裝店都是假的 你看他永遠都是賣那幾套衣服 那幾套衣服 永遠都沒有買出去 衣服沒換過 不要買過 但是他的行李很好 然後三班輪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明天日本的乾爹要回 要回國了 晚上就一定吃完 那小姐一定要幫他健行 那健行我帶你去吃一些什麼 大米台灣的小吃 然後晚上回去 乾爹就覺得心裡面很過於不去 那我送你一個衣服 好就逛 這一套多少還不錯 這一套比如說八千塊 八千塊就買了就送給你嘛 然後包好以後 那個老闆娘我等一下再來拿 其實他根本就不拿 明天來的時候 就拿六點五折的錢拿走了 八千塊的六點五折 他就是這樣 這水費蠻高的耶 老闆娘 三千賺三點五折 當然在酒店裡面 其實他有時候風險也蠻大的 在台中的金錢爆 突然有一個陳姓大哥 來那邊喝酒 這個陳姓大哥是豐原人 他非常凋的 後來因為跟了一個大哥以後 就突然的晉升為大哥 就走上這一條路 聽說那天你喝酒的時候 旁邊的酒女什麼 對他不是很認識 因為他已經 他以前不是說來台中你走條 就講了一些好像有一點鄙視他 好像瞧不起他 他就故意故意嘛 他不是那種刺狗狗 那種人嘛 他以前是一個農夫出來的 所以起摸也就穿起來 然後就逃亡 逃亡到台南的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剛好他台南的一個朋友 就請他喝酒 他朋友就說 我跟你說我剛才欠一條錢 都討不回來 他說你欠一條錢 他就討不出來 他就討不出來討 剛才隔壁你唱歌 去 又說 天啊 都兩胸 後來又逃到另外一家 也是一樣 在大錢的時候 突然又有一個女性的工作人員 也被打死了 一共四條人命 成為那時候的 所謂十大強級要犯 後來又逃到中國大陸以後 然後又回來 引渡回來以後 判了二十年 所以其實任何行業 它有它的潛規則 這個潛規則 既然你要挑挑這個行業 你就要遵守這個潛規則 另外它其實也是有風險的 是 有